好,现在是2023年7月31日,星期一 今天要来跟各位探讨郭台铭的DNA 也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位将来可能当台湾总统的人 他的DNA状况如何 所以我就把历史上姓郭的人比较有名的 把他列出来 好,第一个郭开 郭开就是战国后期秦始皇要攻打赵国 但是赵国有一位大将叫做联婆 只要联婆在,赵国就不会灭亡 所以秦始皇就派人带了很多金银珠宝 去贿赂赵国的宰相郭开 郭开拿到这么多钱呢,笑呵呵的 然后就去跟赵王说联婆这个老将呢 闭门不出啊,都不出战啊 他可能准备要被判自立为王啊 赵王听了很不高兴呢 就把联婆撤职啊,撤职查办 哇,这下子秦始皇大乐啊,马上下令白起 全面发动进攻,因为联婆已经被撤职法办 而这个功劳就是郭开的 果然呢,没多久赵国就灭亡了 这是历史上第一位姓郭的出场呢 他就这么有名,跟统一中国有关 所以姓郭的对于中国的统一 早在2500年前就有贡献了 他们DNA里面就是有那种统一的基因 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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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统一面 好,再来看郭图 郭图是三国时代 东汉末年啊,元少的重臣 那关渡之战呢 曹操跟元少开打 好,但是 当时元少文臣武将阵容相当坚强 曹操兵马又不多 曹操,听说曹操只有2万多的兵马 元少至少有10万 当然啦,你们会觉得奇怪说曹操不是有青州祥祖 40万吗? 抱歉啊,到了关渡之战的时候 那些青州兵都已经不见了 所以曹操在关渡大战的时候就只剩下2万多的兵 至于青州兵到底去哪里呢? 好,这个日后我们再来探讨 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后来曹操的五虎梁将张格 这个人呢,是元少的大将 张格就建议元少说 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救 但是这个国土就说 纯与穷在乌朝那边 守着梁昌 曹操派大军要去攻打乌朝 准备把这些梁朝烧掉 这个时候 张格就向元少说 我们现在应该赶快去救 救乌朝 但是这个国土就说 不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要去 我们现在应该 派张格去 打曹操的老曹啊 许昌啊 这样他自然就会 把乌朝的尾呢 解掉 回去救他的许昌 但是张格说 不对不对 不会这样啊 郭土就很生气啊 他决定要把这个张格给弄掉 所以郭土呢 就像元少说张格的坏话说 他就是抗命啊 你要他去攻打许昌 他就偏不要 然后就要去救那个不重要的乌朝 他一定是想逃走啊 他一定是想去投靠曹操啊 结果元少竟然相信郭土的话 结果就 就要把张格抓起来杀掉 张格知道之后呢 赶快逃跑 就因为张格 这么勇猛的战将 投靠曹操 结果情势逆转啊 张格后来成为 曹操的五虎梁将之一嘛 最重要的五大将之一啊 都是拜郭土所示 所以郭土对曹操统一整个北方呢 让元少割据势力瓦解 这个郭土贡献很大 这个就是统一的基因又发挥作用了 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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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是郭皇后 这个是我自己提出来 这个在历史上不是很有名 但是这件事情很神奇 就是魏明帝的皇后郭皇后呢 这个有人向她报告说 报告皇后有人在整整理翻土要盖房子的时候 挖到一个西汉的坟墓啊 没想到坟墓里面竟然有一个活着的宫女耶 是西汉时候西汉时候的宫女喔 还活着耶 然后国皇后认为说 怎么可能现在是东汉末年 现在是三国时代啊 西汉距离 距离这个三国 少说也有180年 怎么可能还会活着 但是这个不是我瞎掰的喔 这个是三国字里面有写的 然后国皇后就派人把这个复活的西汉时代的宫女呢 叫她当作这个神仙啊 仰在旁边啊 仰在宫里面 然后每天都问她西汉的事情 譬如她问这个 请问仙女 这个听说旅后曾经把妻夫人做成人质 这是真的吗 然后这位宫女呢就说 两娘更好 你娘更好 人坎断四肢还能活吗 这种话你们也相信啊 当然啦 她没有这样讲啦 因为史书只记载说 郭皇后就每天去问她西汉的事情 但是她没有把说到底问什么事情 没有把它写出来 但是这个记载很特殊啦 所以因为是郭皇后嘛 在这里顺便提出来 也就是说人死那么多年还能够复活 这是奇迹啊 再来是郭黑略 这个就跟郭台铭可能基因很近了 因为郭台铭是不是脸黑黑的 皮肤黑黑的 我记得我曾经看好像是郑红颖的大话行文 那个节目有请那个命相师 好像萧香居士吧 还是谁 就在那边讲台湾重要政治人物的面相 然后提到说郭台铭 有人说郭台铭怎么黑成那样 其他候选人皮肤都很白啊 郭台铭黑成这样很像那个工人啊 这样能够当至尊吗 能够当总统吗 但是那个面相家说 郭台铭这个呢 你不要看他皮肤黑啊 重点是他衣服遮住的地方也黑啊 黑更臭更大口 这个时候女来宾有人头就低下来 脸红啊 这个时候算这个面相师才知道自己要解释一下 黑更臭更大口 我说的是大腿 你们不要乱想 当然这个是我加掰的 他就说郭台铭啊 他不是脸黑而已啊 不是说晒黑啊 因为有的人是晒黑 你衣服裤子脱掉 哇里面都是白的 白斩肌 就只有晒到太阳的地方黑 这样就是真的就像工人一样啊 但是郭台铭不一样 他是衣服脱你裤子巴你巴你衣服 一样还是全部都是黑的 也就是说像非洲黑人啊 母胎黑身啊 母胎黑皮肤贵不可言啊 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贵不可言 啊 再来看这个郭黑略 这个郭黑略又叫做郭黑子啊 他就是黑黑的 石乐啊 石乐的部将 石乐是谁 石乐是这个魏晋南北朝啊 西晋那个时候勇家之乱 五胡乱华嘛 现在现在历史学家不说五胡乱华 现在改说五胡入华进入中华 进入中原 五胡进入中原 五胡入华后造帝国的建造者 石乐曾经统一 石乐曾经统一 第一个统一北方五胡入华 之后第一个统一北方的皇帝就是石乐 石乐还没有统一的时候 还在奋斗的时候 他手下有十八 十八勇将 小说是说十八飞将 飞啦飞将就像吕布 吕布是不是正史上有记载说 吕布人称飞将 大家都以为说这是指他速度很快 其实不是耶 吕布飞将是他真的能够飞 你们一定以为说我在瞎扯 吕布真的能够飞你不相信吗 不然你想想看嘛 丁远水沙的 吕布沙的 大家都认为说吕布沙的丁远 而吕布杀丁远当时吕布的身份是什么 正史记载他当时是并州赤石 并州赤石府手下的主部 而丁远被杀的时候是什么 是执金玉守护皇宫统领禁卫军的九清之一 九清之一的大官 所谓九清就是皇帝在上朝的时候 你能够站在两边 文官站一边 武将站一边 而执金玉就是进军统领 他就是可以站在皇帝的前面 最靠近皇帝的那一个就是执金玉 然后你想想干嘛 地方上的一个太原 并州赤石府的主部 一个小小的凤路只有三百旦 三百旦 执金玉是两千 两千跟三百 两千旦分三几 执金玉是最高那一几 所以两者的薪水至少差一百倍 也就是吕布的薪水 就好像现在地方上 那个小镇长的秘书 以现在公务人员来说 镇长的秘书薪水大概四万多 三万多或四万 小乡镇 三万多好了 四万好了 那执金玉相当于进军统领 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 总统府的卫兵司令 总统府卫兵司令那是少将阶 那个薪水再加上一些补给啊 什么的奖励金啊 什么的补贴啊 加起来一个月至少也有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跟四万 差了几倍大概六倍有 差很多啦 什么差的天跟地啊 然后并州赤石府在哪里 是在山西山西省的太原 距离长安城至少有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 然后你一个小小的小乡镇的秘书 然后你可以从一千公里外进入皇宫里面 把皇宫禁卫军的统领总统府这个总统府卫队的指挥官司令杀掉 要通过多少门禁啊 要通过多少卫兵多少守卫 你才能够碰到那个将军啊 何况他身边有很多玉林军 禁卫军 当时叫做提起啊 赤金玉的护卫的军队叫做提起 都是唯一可以穿黄色衣服的跟皇帝一样可以穿黄色衣服的就是提起 那你说一个小小的一千公里外三西边疆地带的一个小小的主部可以去把皇帝的进军统领杀掉 那你们说吕布不是会飞吗 不然他怎么进入长安城的 当时守那个长安城的就是这个守住那个北门的就是曹操 曹操不是当过那个什么施力校尉吗 他就是守那个北门的啊 吕布要进入皇宫第一关就要经过曹操所守的北门 可见他根本就不用由城门进入 他是飞降嘛 他是用飞的飞到皇宫直接从丁远的头上飞下来 然后站在丁远前面 丁远弄住了 哎呦布哥你怎么你怎么来的啊 布哥指指天 我回下来的啊 借你人头一用 好这个 郭黑略呢 跟其他18个人呢 就是石勒的18飞降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飞降呢 是因为他们就是骑兵啊 骑着马啊速度相当快啊 所以郭黑略就是黑黑降 然后石勒呢 派兵出去打仗呢 常常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 各路兵马啊 这18路18位将军出去呢 17个人都打败仗啊 都遇到倒霉的事情 就只有郭黑略 每次都是郭黑略 没事 而且打胜仗 他总是能够欺举避凶啊 石勒就感到很奇怪说 这个郭黑略怎么跟其他 其他的飞降都不一样 他怎么那么厉害啊 黑略呢 黑略嘛 黑略嘛 他全身乌黑略 然后他的名字又叫做黑略 黑略 黑略的大口 所以石勒呢 决定一探究竟 有一天呢 晚上石勒就偷偷摸摸的 来到郭将军的帐篷 在这个烛光的看到影子帐篷里面 他看到郭黑略呢 这个背影啊 两腿弹坐着 然后他的右手呢 就一直在两腿之间 上下的戳弄啊 然后似乎 帐篷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 好像是光头 石勒大惊啊 他在干什么 他这样 把体能耗尽吗 另外一个光头的到底是谁 竟然叫他做这种事情 所以石勒呢 就冲进去看 吓吓了一跳 郭黑略看到是石勒 这个皇帝来了 马上跪拜啊 然后石勒一看 原来郭黑略是在擦皮靴啊 他们都是骑兵嘛 他们都有皮靴 然后石勒问他说 你在做什么 然后郭黑略就跟他介绍 我对面这位光头 光头和尚叫做佛图成啊 他跟我说明天会下大学 我怕他早两呢 我所以要送他一双皮靴 我现在正在上游把皮靴呢 把他保养好 要送给大师佛图成 这个时候石勒呢 就啊 大师和尚 然后郭黑略就跟石勒说啊 我就老实说了吧 我为什么每次都能够打圣仗 都能够趋吉避凶 像明天要下雪 都是佛图成告诉我的 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啊 他有神通啊 石勒不相信啊 说真的吗 可不可以当场表演给我看 这个佛图成啊 这个不是小人物 这个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圣僧 你们打Google去搜寻佛图成 就知道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人物 佛图成就请人拿来一盆水 然后他就练咒语 结果这一盆水呢 竟然长出一朵莲花 天啊 无中生有 石勒 觉得很很有意思啊 但是一游未尽啊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然后佛图成就伸出他的右手 然后倒了一些油 然后再倒灑一些灰上去 然后就跟石勒说 来你想要看什么 你心里想 想完之后 你就看我手掌 右手上面 这个油啊 跟石跟灰啊 你看看你能看到什么 这个时候石勒就半信半疑 他心里想着说 我想看郭雪夫洗澡 他这样想 然后往这个佛图成的手掌 一看 天啊 真的看到郭大美女在洗澡 这个时候他终于相信 马上把佛图成奉为国师啊 相当的尊敬啊 有一天石勒带着太子 也就是石虎 在花园看到佛图成大师呢 正在这个手掌上有油啦 他石勒马上把这个石虎带过去 然后把佛图成大师的手掌 就往石虎的头顶这样一按 然后佛图成吓了一跳 然后石勒说 请大师帮我儿子啊 这个太子石虎 石虎啊 这个佛图成灌顶啊 这个时候佛图成就很不好意思 大王 皇帝 成 成该时啊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是左手耶 我上次让你看 看的那个是右手 能够显现神通的是右手 这个是左手 我是印度人 我们都用左手大便 我刚刚大王便 我刚刚洗手 这个时候石虎呢 闻了一下自己的头顶啊 哇塞 当然啦 后面这个是我瞎掰的啦 反正 反正这个 郭黑烈呢 哎 他对于 他们就是有统一的基因啊 郭黑烈 因为把佛图成 介绍给石虎 石虎有了佛图成之后 他要打仗呢 几乎啊 百战百胜啊 哦 因为只要看佛图成的手 他的手 抹一些油 然后再撒一些灰 只要看佛图成的手掌 就知道未来会发生 发生什么事 哦 可不 哎 明天可不可以去攻打 东晋 哦 明天可不可以去攻打哪里 哦 只要看手掌 就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 所以石虎相当高兴啊 所以石虎就在佛图成的帮助之下 就统一了 统一了整个北方哎 而且 而且因为有这个佛图成啊 所以石虎就没有大开杀戒 他本来要杀很多人 武服乱法嘛 都是在杀那些汉人 佛图成就跟他说 你不可以杀生 你不可以这样滥杀无辜 石虎也听他的 哦 然后佛图成跟他说 你要你要呢 举用闲冷的读书人啊 石虎也听他的 他就成立一个叫做君子营啊 君子啊 营啊 这个营帐的营啊 这个营地 这个营呢 这个君营里面全部都是君子 所以后来历史学家考证说 科举制度到底是谁花名的 现在我们都说 那以前啊 以前都说是隋文帝 花名的科举 错 第一个花名科举的人是石乐啊 他的君子营呢 他就举办考试啊 哦 你想要进入后照君子营 也就是 这个相当于现在的什么 这个君子营呢 相当于现在的行政院好了啦 就是你要进入这个执政 执政团体的中心啊 行政院啊 你要考试 你要有真才实学 你考试考得好 你才能够进入君子营 然后在君子营里面 受训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被派任当官啊 所以说 现在有历史学家认为说 石乐就是科举考试的创办人 其他人啊 其他人啊 在选拔官员都不是考试耶 当时来说 当时其他人都是用什么制度 都是用那个朝魏 朝魏的大臣叫做臣群 所创设的九品中正制度 九品中正制度就是把 把全全中国的人分为九品啊 有上三品中三中三品下三品 上三品呢都是那些豪门啊 姓王的姓谢的姓陈的姓菜的 这些大姓啊就是上三品 大官呢永远都是从这上三品里面 这些人才能够当大官 次等的官员就是从中三品 中三品就是那些寒门啊 再来其他下三品哦 那个就这样人就这样被分啊 所以你如果不是出生在豪门 那你永远别想当大官 但是时乐不一样哦 他他废除这个九品中正制度 说我用人呢就是考试 你有本事你考好了 就能够进来政府机关工作 所以这个郭黑烈呢把佛图成介绍给时乐 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呢 因为时乐就是创办科举制度的啊 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所以郭黑烈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啊 这些功德都会给谁 都会给郭台敏 你看郭台敏 郭台敏现在能够成为台湾的 父翁前三名的父翁 就是他的祖先所累积的功德啊 尤其是郭黑烈啊 要不是那天他在帐篷里面 在那边在那边右手在那边上下搓弄 又大又粗又黑的皮靴啦 皮靴 怎么会有 后来的科举制度有那么多人受惠 这就是郭台敏祖先郭黑烈的功劳 再来这个就不用说了 郭子怡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郭子怡他本来是患了一些小罪啊 被不是小罪啦 是死刑啊 死刑 要被砍头了 然后那个肩斩关 好像是什么币啊 那个肩斩关